台北市校園BNT疫苗接種作業持續進行 台北市長柯文哲和副市長蔡炳坤 來到文山區的博家實驗國小視察現場情況 並針對台北市5到11歲兒童疫苗接種覆蓋率做說明 其實我們在學校本來就打流感疫苗 已經行之有年了 本來就一個系統 包括哪一個學校跟哪一個醫院是配合的 所以這個配對關係都在 所以只要學校跟醫院講好 他們要怎麼什麼時候來打就解決掉 所以本來我們就有很好的那個系統 我們先看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說 台北市我們兒童5到11歲的疫苗 全面規劃 競速接種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到最新的統計 等一下再看更詳細的 我們預計到6月3號以前 那全部接種完畢之後 台北市的覆蓋率可以達到52.67% OK 那比較詳細的 比較詳細的這個資料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出來了 從5月5號開始打莫德納 開始打莫德納 然後打了兩三個禮拜之後 5月26開始打BNT 因此莫德納的接種 那個抽單率就很高 因為大家在期待BNT 於是我們21號開始打BNT 從26到6月3號 我們這樣子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你會發現一些比例快速拉高 那到目前 到目前 今天是6月1號 今天6月1號 當然今天還在接種 包括這裡也在接種 昨天是5月31 到5月31 我們的BNT 莫德納合計 已經佔所有 這些學生 學統5到11歲學統的 39.66 將近四成 那今天再一天 明天再一天 後天6月3號開始放假 就只有一個學校打了 所以基本上到明天6月2號 大致上都完成了 那可以打到 52.38 那到最後一天就52.67 52.67 那你會發現說 紅色的 是莫德納 莫德納呢 數字都維持成長不多了 從 5月25都已經打完 12000多了 易估到 6月3號 也不過是14000多 所以莫德納是在這一波裡面 大概就是因為 受到BNT的影響 它的成長速度很慢 可是BNT 從第一天打 1591 一路你看到那個灰色的數字 不斷的提升 因此這兩天 我們看到中央公佈的那個比例 當然它是用戶籍 去做鼓勵的 那有些戶籍那個資料 的確只有中央游 但是跟實際上差距很小了 那所以我們有信心 我們可以這樣講 到6月3號為止 台北市5到11歲 所有想接種的 都可以接種完畢 博家實驗國小校長 洪惠軒表示 學校還是孩子最熟悉的環境 學校事前也跟家長進行完善的說明 今天目前BNT施打有150位孩子 從那個一開始我們知道可以進行疫苗接種之後 其實家長們就陸續來反映說 希望可以在學校施打 不管是莫德納還是BNT 因為畢竟學校是孩子們比較熟悉的環境 尤其是BNT有幼兒園的孩子 要進行施打 那其實在熟悉的環境 他們也會比較安心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就事前有跟家長做 蠻完善的說明 那希望他們前置作業 因為其實在學校施打有個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導師 或者是我們行政端來跟家長進行聯繫 那他們的一些狀況 也比較能夠及時獲得支援 那也 包括下一週我們要恢復實體課程 那其實孩子們 我們目前BNT大概有 今天有150位的孩子 施打 扣除了臨時確診 或者是有臨時狀況的孩子 那莫德納的抽單率也比較 也還好就是五位孩子抽單 因為我們學校莫德納施打的時間 離BNT比較近 所以有五位孩子施打 那大概五位孩子抽單 那大概其實今天這樣施打完之後 我聽到的是這樣都會覺得比較安心 台北市中小學級幼兒園六號恢復實體課程 搭配五大配套措施 包括國三高山將陸續舉辦畢業典禮 所以持續遠距至畢業典禮前一日 若需要遠距教學要經過課發會討論 若有實體考試就回到學校 家長若有需要孩子請防疫假疫苗假不列入除缺勤 畢業典禮原則上不開放外賓參加 中學社團成果發展會可以照常舉辦 但要打滿三劑疫苗或提供三天快篩證明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